我還是要再次呼籲 月同相關的案件有很多的行政措施 它其實可以在第一步的時候就預防 讓這件事情不要發生 286條本身就有一個很大的疑義 當時277跟286一同在修正的時候 277提高的比較多 286提高的比較少 如果我直接做傷害 我會因為兒少法112條加重1 2 我用286的時候沒有辦法直接做加重 因為它是一個特別規定 那如果是一個特別規定 那你直接做傷害行度高 286即使按照這一次 因為它的法定型沒有修正 我們只有針對未滿7歲的加重 未來如果真的要預防 或者說真的要以 橫平性跟比例原則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應該要回到第一項跟第二項去研你 到底靈略跟傷害的不同在哪裡 那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才更能夠反映目前台灣社會的現狀 也才能夠真正預防未來事件的發生 各位委員大家好 感謝各界努力 我們今天終於三讀修正通過 刑法286條 針對虐待7歲以下兒童的加重刑期的條文 加重二分之一 這個結果雖然不滿意 但至少有進步 我想近年台灣各地發生了多起兒虐 校園霸凌等社會的主目案件 兩年前我看到一個新聞 有一個女童被繼父虐待 長期哀餓 八歲的時候她體重只有13公斤 而且全身傷痕 雖然最後有依刑法286條 防害兒童發育罪來起訴 但就是因為這個286 防害兒童發育罪 罪重本刑只有五年 而且無法加重其刑 所以最後這個個案 這個加害者最後只被判了四年兩個月 連法官都在判決書寫下 這個是立法瑕疵 這是我們立法委員不盡責 是我們立法委員的怠惰 而這個刑法286條正是本席 在這個會期最早完成 修法連署提案的委員 我們不只回應社會期待 也回應了法官的審判 那這次的修法 經過各黨與司法院 法務部協商的結果 我們比照了刑法傷害罪及兒少法 112條的精神 我們列入了七歲以下 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畢竟我想虐待一個高中生 跟虐待一個學歷前的兒童 不管從法律上或社會情感上 適用同一種刑度是不合理的事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步先來修正這個不合理 我想這是個基於法理 共識決先求有我們再求好的修法 但是身為一個兩歲女兒的父親 我認為對於兒童施虐本身就是罪無可赦 尤其是虐童致死 這個施暴過程無論是故意的或是過失 我想都讓兒童面臨難以承受 而且無可挽回的傷痛 也是國家的重大損失 這樣的加害者 其實我個人認為死刑並不為過 這才是社會多數的生育期待 所以希望未來修法 我們能夠更加回應多數基層民眾的心聲 今年發生了在去年12月的時候 發生了保母虐死孩童一案 這一對保母的姐妹呢 對於年僅一歲的男童凱凱施虐致死 全國嘩然 大多數的民眾對於立法院希望看到的要求 是對於未成年未滿七歲的孩子 其實是希望能夠處以死刑或是無期徒刑的 這也是本席在提案的時候的主張 但是呢不管是在修法的體力 或者是我們在黨團的協商當中 我們都還是希望能夠再進一步 所以最後的這個協商結論裡面 我們呢通過了是 對於未滿七歲之人犯前四項罪者 依各項規定加重刑期的二分之一 加重刑期的二分之一 我不清楚國人認為夠或不夠 但是我知道當凱凱案發生的時候 群眾嘩然都認為 這樣子霸凌傷害孩子的兇手 應該要判他們死刑或是無期徒刑 所以我當然也希望通過了這樣的草案之後 能夠有惡阻的效果 我們不要再看到下一個凱凱 不要再看到下一個被霸凌致死的幼童 如果還有這樣子的情況在發生的話 我想這是一個開始 這是一個往前的一步 但是如果未來還繼續發生這樣的狀況 沒有辦法只用刑期加重二分之一 來威嚇這一些惡徒的話 我相信未來在立法院 我們還會繼續的來修法 來保障兒童的權益 不讓他們因為虐待而致死 保障我們的孩子 中華民國的孩子們 謝謝 第一個關於286條這個修正 當然很多人會提到最近這一個虐童的案件 但我還是要再次呼籲就是 虐童相關的案件有很多的行政措施 它其實可以在第一步的時候就預防 讓這件事情不要發生 不管是地方政府的一個審查的機制 然後還是說 機構本身的審查機制 這其實無您是更為重要 我們不希望是等到事情發生以後 然後用重型 當然用重型的確可能有威嚇的效果 但很明顯的是 從這幾次的修法看來 它的邊際效益會越來越低 但是在這邊還是要講 就是專於這次286修法的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當中提出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刑度 那這些刑度很多跟刑法的立法令 有很多不合的地方 希望以後不會再有一些這些爭論 但是286條本身就有一個很大的疑義 是在於說 當時277跟286一同在修正的時候 277提高的比較多 286提高的比較少 那就會形成一個詭異的現象 因為如果我直接做傷害 我會因為兒少法112條加重二分之一 我用286的時候沒有辦法直接做加重 因為它是一個特別規定 那如果是一個特別規定 那你直接做傷害行度高 286即使按照這一次 因為它的法定型沒有修正 我們只有針對未滿七歲的加重 所以我今天在協商的時候講得很清楚 它是一個比較快速 大概我們因為必須要先提高行度 來做一個威嚇 可能不得已的做法 但是在未來如果真的要預防 或者說真的要以 橫平性跟比例原則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應該要回到第一項跟第二項去研你 到底零月跟傷害的不同在哪裡 因為畢竟零月不一定會造成傷害 那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才更能夠反映目前台灣社會的現狀 也才能夠真正預防未來事件的發生 謝謝 院長 本院委員 當初刑法在修正286條的時候 我相信所有立法委員心裡面都想的是 我們要對於未滿18歲的人提高對他的保護 加重對他進行淋虐的處罰 可是沒有想到 286條在我們實務上面實際的運作上 事實上已經被架空了 因為當傷害罪透過俄少法112條 加重其刑二分之以後 在法定刑的比較上面 286條幾乎沒有適用的可能性 最高法院依照想像進何從一種處斷 直接適用了刑法277條的普通傷害罪 跟俄少法112條的加重其刑 這個問題出現在實務上面 反映出了我們對於俄少保護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在立法上面的確有在加強的必要 我也感謝看到了這個問題 當初非常多的提案委員 他們的用心 他們對於民意的反應 勇敢的提出了這個修正草案 在最後修正的時候 我們強化了對未滿7歲的人 犯前四項的罪 他們的處罰 就是希望對於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幼兒們 能夠透過刑法所產生的印報 以及特別預防 希望能夠加深對他們的保障 這樣的修法希望讓台灣未來而虐的事件 能夠急劇減少的發生 謝謝